亲爱的弟弟是我们的好朋友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的副分局长黄元明 傅作到节目当中 傅作你好 亲爱的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今天即使我们在讲交通安全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罩 我们刚刚在录这个小短语的时候 还有在聊说 因为最近我们这个武汉肺炎的状况 所以大家都一窝蜂 而且都很大的恐慌 还是可以请大家 我觉得要自主管理 勤洗手 我觉得勤洗手还蛮重要的 勤洗手比较重要 勤洗手很重要 自我的健康管理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警局同仁也很辛苦 因为有时候你们也都要做一些工作职情 其实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自身的安全 你们第一线也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交通的事情 尤其在交通安全的部分 我们在路口当中常常都会发生一些车祸 尤其我觉得在路口很容易就是车祸转弯车跟直行车交织的碰撞 那我觉得那么多的车祸案例 常常都会发生状况 应该也是有它的很主要的原因在 富座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什么样的状况比较多 常常出现的 好 那我们在路口的安全这个部分的确就像杰哥讲的 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注意 那107年我们这个全台湾 这个发生死亡的这个车祸 我们看了一下警政署的统计资料 大概有1400多人 那再看我们这个发生的这个地点 大概有7成都是在路口 所以说你看1400多人的话 如果7成的话也是1000出头 1000出头件的这个死亡车祸都在路口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路口这么多的这个车祸会发生 这个就真的要值得我们来探讨 那很多人在这个路口的这个到底谁要让谁 的这个部分其实很多人都高不清楚 可能考完驾照之后就还给老师 所以说今天我跟杰哥在节目上 可能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 我们在路口我们要注意哪一些要注意的原则 那其实在交叉路口 我们相关的路权最主要都规定在我们的道安规则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102条 那首先我先来谈说 如果我们有路口的话 我们这个路口有红绿灯 又是我们耗资灯嘛 那大家都知道说红绿灯 我们就是绿灯行 红灯停嘛 那但是如果我们遇到黄灯的话怎么办 对啊有时候遇到黄灯有人会 不赶快加速 对其实在我们的交通法令上面来看的话 并没有规定说黄灯 一定要停 一定要停这个部分是没有规范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原则上我们遇到黄灯的话 在台湾是可以过去的 可以通行这个路口的 那只是说黄灯它在我们交通法令上的规定的话 它是在警示我们说下一个 即将变红灯 红灯即将要到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负这个相当的这个注意的义务 对 所以说不是说你黄灯你就是可以 哇那个义务反顾的全部往前冲 这样子不对的 其实有很多现在法院上的这个判决 就是有把这个闯黄灯的这个部分 把它给列出来 就是说我们在黄灯通行的时候 当横向的车道 有车子出来的时候 你一旦跟它发生车祸 你不是有绝对的路权的 OK 对你一定是跟它会有那个比例上的这个 重叠性 对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黄灯你可以过 但是你要注意横向的这个来车 有没有会跟你有发生车祸的这个可能性 那我这边是建议 因为我们去交通安全宣导的时候 我们现场也有很多民众都会问我们说 啊当地黄灯到底是要停还是怎样 很多人他们会说 啊那如果遇到黄灯的话 那我应该会停吧 会停的话 我这边是建议说 因为台湾的这个驾驶人的习惯 可能都会过去 在黄灯反而会加速要通过 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说 你在黄灯的时候还是过去 但是你真的要注意 你要放慢你的速度 比如说对象 有没有要左转的车辆啊 或者是横向的这个车辆 有没有体现起步的状况 这个部分要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对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蛮关键的 因为你到底黄灯要过去 还是不要过去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你遇到路口很大 你遇到路口很大的时候 你过去可能要好几秒的时间 你遇到黄灯你硬要过去 你有可能在中间就变红灯了 那这个部分我就是要跟大家做个提醒 就是说你这个路口越大的时候 我们四面八方的红灯 它会有一个路口清空时间 四个红绿灯全部都是红灯 那你路口越大的话 那个路口清空时间会越长 所以说我这边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刚好绿灯要转换成黄灯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路口的状况就过去了 否则你停下来 贸然停下来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后方要加速通过的车辆就装上去 太多案例了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那个路口的时候 真的到底要不要过去这件事情 真的也是 犹豫不决 可是如果说今天好了 我们远远看到已经黄灯了 远远看到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赶快看一下我们的照后镜 有没有骑很快或者开很快的车辆 如果很远的话 你距离停止线很远的话 当然你就是减速了 减速再停止线赶快先停下来 你如果距离那个路口很近的话 当然我们就要赶快过去啊 对就是看你有没有路 你距离路口近不近啊 如果距离路口很近 黄灯你就过去 因为会有一点时间缓冲 可是如果你距离路口就已经很远 你看到黄灯远远看到 你也不要说硬要加速 对这样子太危险了 OK所以其实在路口真的有很多状况 其实这个都是在大家的判断 大家判断到底有没有正确 那当然我觉得在接近路口的时候 一定要减速慢行 其实很多路口也会有一些状况 包含像之前我们也都有谈到一个叫做 我们要一个判断 我们要一个预判 就是说比方说 我们看到是不是会有突然冲出来的小孩子 还是说突然有人骑车 突然这样出来 因为有的路口很小 它甚至是没有红绿灯的 对那刚刚杰哥你讲到那个判断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就跟防御驾驶很有关系 对 跟我们现在在讲的 譬如说突然有一个球滚出来 到底会不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有可能是因为在玩球的小孩子就突然冲出来 这个就是防御驾驶的精神 所以说你到路口的时候 你不减速 这个部分你就有很高的几率会发生车祸 对 对啊 我们刚刚讲到说 你到了路口 如果有红绿灯你就是判断这个红绿灯的状况 那如果没有红绿灯 你又没有这个路口又没有人来指挥的话 你就是要怎么样 有闪光 闪光灯的话 你就是要看闪光黄灯啊 闪光红灯 那闪光黄灯跟闪光红灯的话 哪一个比较优先让你通行 是 其实我们大家来看这个法规的规定 闪光黄灯的话 就是怎么样 你到路口要先减速 是 查看没有来车你才能通过 OK减速 那闪光红灯的话就是怎么样 你要在路口要停一下 要停止 停一下 查看没有来车才通过嘛 OK 对 那所以说哪一个比较有优先路选 当然是闪光黄灯嘛 那所以说一旦在 有闪光灯的这个 路口发生车祸的话 你闪光黄灯的 负的这个 照折的比例 会轻于这个什么 闪光红灯的 那当然双方都会有照折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很多我们这个民众都会说怎么样 都会说 我到这个路口 我明明就有减速 有减速 但是还是发生车祸 那为什么你还要判我有责任 对 对不对 为什么要判他有责任 那所以说我们会去看什么 会去看说 不管是我们的交通大队的这个初步分析研判表 或者是这个鉴定委员会 这个交通局的鉴定委员会 都会去看什么 我们都会调现场的监视器 看你说你有没有确实你有稍微停止下来的状况 你到底停止下来是停多少 有的民众是怎么样 有的民众是讲说 我有打冬了 我有打冬了 结果我去调检视器 结果他的那个刹车灯根本就没有亮 傻眼 对啊 所以说你说你有减速 还是他觉得他慢慢 他没加速就代表他减速 他可能觉得他的速度大概就是很慢很慢 所以我们都会去综合去判断说 你到底有没有减速 对啊 OK 好那当然在路口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有的路口 我们车流量比较大 那尤其有时候还要做个摆头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要摆头呢 哇摆头这个部分的话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在 这个我们汽车 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机车 我们都有照后镜 对 那照后镜 他一定都会有死角 没错 就跟我们大型车一样 我们在大型车一直在倡讨说 我们这个驾驶人 大型车驾驶人 他有很多的视野视角 对 那所以我们不可以只依赖我们的这个 后照镜 对 车辆的设备 嗯 好 当然我们现在有比较先进的啦 就是说人家靠近你的车辆 你就嗶嗶嗶嗶嗶 那当然那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你头一定要去摆动 是 你头有去摆动的话 你才能辅助你这个 这个镜子 它的一些不足的 的视角的部分 那我这边就要跟杰哥谈到说 我们的照后镜 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的照后镜 两侧的那个耳朵那个照后镜 要怎么去调整 它的视野 对 诶这个很重要 诶有时候我也发现说 我们尤其骑摩托车的朋友 他可能在骑车的时候 他的照后镜有可能停车 大家车子停的比较近 就说诶一颗点歪掉啊 对 你根本就没发现 对不对 我一个是没头了 诶我发现有的装的很迷你 那种的 装在下面 手把下面的 诶那装很迷你那个是蛮炫的 可是它好像效果有限 那个就是要逃避法规的处罚 OK 对啊 那个就是不是很安全的 对 所以说我这边跟大家探讨就是说 其实没有对错啦 你的照后镜 两侧的照后镜 你开车的部分的话 你如果调整那个镜面 镜面 我们把它分成什么 分成 我们先看右手边好了 OK 右手边的那个耳朵 对 右手边的部分的话 我基本上会怎么样 基本上我的照后镜的内侧 我会跟我的右边的那个车身 会切齐 等于就是说 我的镜面是不会照到我的车身的 是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的镜面是整个会往外扫 哦 那你比较 你会把那个视角剪到最低 是 那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会很不习惯 嗯哼 那时候我刚开始开车 学会开车的时候 我是 那个镜面是照到我的车身 占这个镜面 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 哦 那但是它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你没有 你如果头没有去摆动的话 嗯哼 你等于就是外侧的一些机车 如果靠近你 你会扫不到 哦 看不到 对 那我们刚刚谈到说 头要摆的这个部分 就是刚好 就是我们这个照后镜 如果你的镜面 嗯哼 内侧的话是跟这个什么 跟你的车身是切齐的 没有没有照到你的车身的话 你等于可以扫到你旁边 再往外跨一个车道的这个机车 嗯 的这个身影 嗯 那你加上你的头有去摆动的话 嗯哼 那更加安全 哦 OK 等于说就是你增加增加一个安全性 你可以再跨一个车 跨一个车道 等于说你扫出去的那个范围会更大 OK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你两侧的这个照后镜 能够只要切齐 嗯 你的这个车身 不要照到车身的话 对 你的这个部分 扫到的这个视角会比较大一点 那你在摆头的时候 甚至你有时候稍微只要摆一点点头 嗯 你可能就会比较 看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嗯 OK 好我们讲说在汽车的部分 会有A柱 A柱 阻挡的那个视线 那可以用摆头的部分来补足吗 当然 我们A柱会阻挡到我们的这个安全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在我们转弯的时候 对 我们在路口 常常我们就是会有行人穿越道 没错 那行人他走在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我们常常很多 不管是大车小车 你转弯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都会被A柱 甚至是B柱 挡到 都会挡到 嗯 那你一旦挡到的时候 你撞下去的时候 那个那个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对 有的那个行人还被整个缠起来 哇 哦 那个都很危险 所以说 我们建议说哦 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嗯 你最好是头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稍微抬高 抬高 左右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嗯 那车速把它放慢 是 那我们 交通法令本来就有规定啊 嗯 你在转弯的时候 或者是执行的时候 你遇到的行人穿越道就是我们的斑马线嘛 嗯 你本来就是要有减速 对 的这个责任嘛 没错 所以说你在转弯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得很清楚 那没问题 但是你在转弯的时候 不管你在左转 右转 你一定要头一定要摆一下 是 那我们在宣导的时候 我们也会 跟行人讲啦 跟民众讲说 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不要只走你自己的 对 甚至在滑手机 哈哈哈哈 你有时候你转弯的时候 有一些真的开车的人 嗯 他可能头没有摆 没注意到 被挡到的话 撞下去那个都很严重 没错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行人啊 还是说你有开车骑车的 还是尽量不要边骑边使用手机 或者是边开边使用手机 他行人低头足 那个也蛮危险的 对对对对 好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 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时候 行经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斑马线 我们其实以前也有跟大家谈过这个议题 就是的一样行人 这个部分也蛮重要的 对啊 现在我们之前去年的新修法的法规 其实有针对这个 市场者的部分 他有加重这个处罚嘛 嗯 那在行人的部分本来就有规定 嗯 那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的汽车跟机车 甚至是慢车 嗯 你到达了这个行车 行人穿越道之前 嗯 你就是要 减速 不管有没有人啊 你就是要减速啊 对 对啊 更何况是有人 有人要停一下 对啊 你让他们过去 所以我们在防御驾驶的观念里面 其实也有谈到这个部分就是 你到行人穿越道就一定要减速 对 否则你在行人穿越道发生事故的话 嗯哼 你可能就是要负 负到全责的部分 OK 对 那刚刚其实副作有谈到一点也很重要 我觉得行人也不要以为我行人最大 所以就 边 边走路边滑手机 还是说边讲电话 根本就什么心不在焉 也没看车子 我觉得就互相啦 大家互相都多提防 多注意啦 这个行人的部分 我就会谈到说 老人家啦 OK 老人家他有时候这个路口感人比较大 对 他走路比较慢 对 所以说他有时候走到大概 走到路中央 哇 那个秒数没有了 可是他又想说 他在路中央很危险 他又急着要赶快过马路 对 啊有的时候 嗯 这个刚起步的车辆 他有时候没有注意到的话 对 就会直接把它撞上去 哇 所以真的 很危险 很危险 其实上次我们有谈到说 有时候在路上会有一些 我们讲的那个 呃 安全岛 其实如果真的 路比较大 我们的长辈真的走比较慢 如果真的遇到红灯 安全岛应该可以 给他庇护一下 给他庇护一下 对对对 啊等绿灯再过去 对 真的 真的要不然哦 有时候我们就连年轻人 要走完这个大路口的这个秒数 压好几秒 对啊 好几十秒 有时候是真的刚刚好 对 秒数刚刚好 刚好到那边 那你看年轻人都走得那么吃力 嗯 老人家怎么可能会那么快 对 尤其有的老人家 长辈 走路到慢 对 还是说走路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时候 经过大路口 真的特别小心 所以真的要 我们要呼吁我们的 汽机车的拥路人 对 看到老人家 嗯 如果他真的秒数不够的时候 对 我们 你让一下 停一下 让他过去 让他过 真的会比较安全 嗯 对啊 OK 好时间关系让电台先进个广告 等会呢 在广告过后再跟现场 我们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元明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我们下车的电台先进去 收到车的电台先进去 我们下车的电台先进去 大自然 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这里可以自己免费来处 控制三三五 数理三三 啊 怎么办 王子的舞会快开始了 我要怎样才能赶上 先入累了 哦 是神仙教母 看我的召唤神助 07 831 9037 哦 这台是 是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提供商务服务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还有轿车 旅车 修理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比之前的南瓜马车更厉害 赶快去舞会吧 祝你有个甜蜜的约会 哇 好 谢谢神仙教母 有任何租车需求 请找全球租车公司 07 831 9037 831 9037 这是一个上街快乐的所在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上街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快乐台湾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旅游接人 大家好 感谢观看 我们到十几点四十四分 你可以收听的是快乐连播放 新闻算上安耐这部Y系列 和平友杨洁 留当中邀请到 我们的前镇分局 副分局长黄元明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聊 我们的车辆在转弯 在路口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刚我们讲到这个路口安全当中 其实很多的民众 在发生交通事故 这些意外当中都会 当然大家都希望说 自己可以占比较优势的那一方 所以其实有些民众看到报告 看到这些车祸的鉴定 会觉得说 奇怪我以前怎样怎样 还是说 我觉得我已经过去了 尤其这蛮常发生在转弯车 跟执行车的这个意外当中 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谈到这个路口安全 路口安全里面 最常发生的车祸的形态 就是我们的转弯车 未让执行车 那很多民众 还是停留在以前的旧观念 以前旧观念就是说 我只要车辆行驶到路口的时候 我已经转弯到路口的中央了 那但是我们的执行车 还没有到交叉路口 我的转弯车 我就是有这个通行的路权 那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只要是转弯车 你就要让执行车 不管执行车要不要让你 反正你就是转弯车 反正你转到哪里 你就是要让执行车 那所以现在只要转弯车 跟执行车发生碰撞的话 转弯车通常都是负 这个八成到九成的这个责任 所以非常的重 那现在法院 他只有警扫部分 的法官他会去针对说 实行车 他是不是车速太快 超速的部分 对然后把这个责任的 比较重的部分 判给这个执行车 是 大部分 大部分还是以执行车 是占比较大的路权的 大概99.9% 都是判 都是判这个转弯车是错的 错的 对 所以大家到路口的时候 要转弯 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说如果各位民众 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 出判表啦 或者是鉴定书 他有写到说 转弯车为让执行车 行行的话 你不用太压抑 是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是一个铁律 对 几乎是一个 至高无上的原则 因为就是 执行车的路权是最大的 对 那你在所以 我们讲这种朋友 要转弯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在转弯的时候 跟执行车发生碰撞 你就要有个先决 有个印象说 我可能这次 可能就错得比较厉害了 真的要特别小心 你在转弯的时候 不管是左转弯 跟对象执行的车辆 或者是你右转弯 跟后方执行来的车辆 对 这个都是 转弯车会让执行车 没错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好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打方向灯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打方向灯 要怎么打 因为有时候打错 反而更麻烦 对 现在 我们在打方向灯的时候 不管你要左转弯 或右转弯 我们法令 本来就规定说 你要在路口前的 30公尺 对 你要打方向灯 很多人都是怎么样 到了路口 才打 对啊 后方 后方的车辆根本就来不及 就给你撞下去 对 还有你要变换车道的时候 你也要打方向灯 哦 没错 没错 对啊 譬如说 我们最常看到民众检举的一个状况 最近常发生的 就是 譬如说我们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在那个 中华五幅的那个圆环 是 中华五幅的圆环 你不管是 南往北或 北往南 对 你的 在中华路上面 你要接近这个圆环的时候 对 它会有怎么样 车道与车道之间 它会有划虚线 是 但是它不是直线 对 它是有点 弯弯的 嗯 那我们很多 行驶在那个 中华路上面的这个车辆 它会怎么样 嗯 它就会有 有点 它要直着走 所以说它会跨越旁边的车道 哦 啊 因为它是虚线 那没问题 对 它就没有打方向灯 OK 他以为这样是OK的 结果民众去检举 它就是被开了什么 唯一规定打方向灯 哦 因为它没打 对 因为它没有沿着那个虚线的那个 那个 那个车道 来走 哦 啊 所以说它就被罚了 1200元到3600元的这个罚款 哇 所以很重 现在非常的重 是是是 所以打方向灯也要注意哦 对 对对对 该打的地方打 对 方向灯 而且打方向灯不是 你要 切入车阵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打了方向灯 我们就一定会让 对 你要看有安全的一个间距 你再 你再 你再切进去 是 否则 你也会被检举啊 OK 好 这个也很重要哦 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车辆在起步的时候 车辆在起步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时候起步前面还有车 对 我们哦 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 对 之前我在某个分局服务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有 民众他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 嗯 哦 他刚好要从加油站出来 哦 嗯 那他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后方还有车辆要过来 哦 他就直接切出来 哇 那导致后方的车辆反应不及 对 直接就撞上去 他 他还一直在那边 跟我们的呃 警察 一直在现场 阿Q OK 哦 还在说 啊这个部分的话 明明就是他来撞我啊 嗯 为什么哦 为什么我还要做一些赔偿的动作啊什么的 那我们后来出判表的部分 确实也是分析他是主要的造者 OK 他主要造者是什么 起始 起始的车辆应该要让 行径中的车辆 是是 所以说我要跟大家提醒说 不管你是从哦 呃 私人的场域出来啦 或者是从这个停车 停车格出来啦 对 你一定要先打方向灯 对 看一下有没有来往的车辆 先让他们先走 你不要贸然的就出来 香香装出来啦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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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这样吼 一旦发生车祸的话 主要的造者都在你的身上 OK 这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大家 起始 起步的地方不大一样 有的人是从自己的车库 撸出来 对 有的人是从大楼的停车 停车格 或者是停车空间 好不好 地下室撸出来 对 就是你在 你只要是你起步 你出来 因为有时候 可能那个行径中 那个车辆 大家车流也很大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状况 你就是要先离让 是 OK 这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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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吼 好 提醒大家一下 好 另外 其实我觉得 每次在讲这个大行车的车祸的时候 还是 呃 要跟大家一再的提醒哦 因为 我觉得大行车 只要一发生事故 很多那种 不幸或悲伤的事情都会发生 对 那其实在 呃 前证分局辖区当中 大行车也蛮多的 没错 那 呃 副作可以跟大家聊一些 你觉得比较 要提醒大家的案例吗 呃 我们现在看了一下高雄市的去年的一些统计资料啦 对 那去年 1到11月 呃 就因 因为这个 大行车死亡的这个件数有19件19人 对 这个算 算蛮多的啦 嗯 那我们看了一下 更有趣的一个资料 就是说 呃 我们在 发生的地点是以路口为主 对 有 总共有11件 你看19件里面有11件 在路口 所以说印证了我们刚刚讲的 车祸最常发生的就是在路口 没错 那我们再看一下撞击的形态 撞击的形态 呃 以车撞为主 哦 有13件 什么叫车撞 车撞就通常都会发生在转弯车 跟执行车的这个碰撞的形态 是 所以我们刚刚又讲到 又印证到我们刚刚讲的 对 路口的安全就是 转弯车 最常发生的形态就是转弯车 会让执行车 没错 所以说 我们这边也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之前常在讲的 大行车的驾驶人 他有很多的视野的死角 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 对 那个死角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说我们在 我们在跟这个大行车 有并行的状况的话 如果到了路口 我们要注意他有没有转弯的状态 是 所以说 呃 如果大行车要转弯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让一下 对 让一下 让他先过 才不会发生这个车祸 那另外我们如果在 在路口 停等红灯的时候 是 我们建议是从 这个路口的路源 对 往后退三步 OK 我们这样才不会让 这个大行车要转弯的时候 以内轮差来压到我们 哇 这个是一般我们要做呼吁的部分 是 那我们在辖区 因为我们有这个新生路的高架桥 是 我讲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就是说我们有一台自小客车 从这个扎道 要上这个高架桥的时候 是 上来了 那我们路口会跟高架桥的车道会汇流 对 那我们这个大行车 一台这个连接车 它就从左侧的车道 要跟我们右侧路口 上来的这个自小客车 对 要做一个汇流 是 那我们都知道说 大行车它的车身比较宽 嗯 车底比较大 对 所以说它在跟车道汇流的时候 它会稍微吃到旁边的车道 是 那所以我们这一台自小客车 右边上来这个自小客车 它就往前开 对 它没有注意到说旁边有这个 大行车 不知道是没有注意还是忽略 忽略 所以说它就往前开 它也没有离让这台大行车 是 那我们这台大行车 刚好 车速跟它差不多快的时候 就撞到了这个自小客车的左后方 哇 那撞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撞到的时候那个 那个车子是 自小客车是整个旋转 力道很大的 还翻 翻掉 那我们那时候就很担心了 担心说 哇我们这个自小客车的驾驶人 安全 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那个伤害 结果幸好 它有绑安全带 所以安全带也很重要 对 它有绑安全带 所以说它只有受一些轻伤 所以我们要呼吁 这个特殊的案例 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我们如果有上这个高 那个什么 高速公路 或是快速道路 我们从扎道上来的时候 嗯 跟这个车道汇流 如果旁边是大车要过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从这个照后心看到是大车 嗯 我建议大家 嗯 你加速赶快 离开这个 这个大车的视线 是 或者是说 你就离让它 OK 让它先 对 嗯 尽量 尽量不要跟它有并行 或者是太靠近 是 或者这样子的话 它会吃到你的车道 就会跟你有碰撞 OK 好 来最后大概30秒的时间 请我们附座跟大家做最后的补充跟呼吁 好 那 呃 其实路口 真的是非常多的危险 嗯 那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在路口的时候 减慢速度 最好是停 停下来 看看左右有没有来车 我们再来通行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路口的安全 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嗯 OK 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大家出门在外 另外就是要平平安安 哦 快快乐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 哦 节目当中所分享的 请大家可以 跟大家的亲朋好友 可以互相分享 来共结 哦 我们听杨姐的节目 有提到这个 在路口啊 要转弯车 里让执行车啊 等等 我觉得大家有没有 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让我们这些交通安全的知识 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哦 也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度过每一天 好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 副分局长黄云敏 来到杨姐节目 谢谢副作 谢谢杰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休听啊 下回见了拜拜